乾隆的后宫出现过许多有名气的妃嫔,香妃就是其中的一个。 乾隆二十五年二月,二十六岁的何卓氏入宫,他是被回不晓和卓过急站休戚掉的王妃。 何卓氏入宫后,乾隆并没有马上册封他,而是将他送到了季后内拉使身边学习规矩。 短暂的学习之后,乾隆随即册封他为何贵人。 同年六月,紫禁城里的十八株荔枝树,竟然结出了二百棵鲜果。 荔枝本为南国之物,竟然在北方结出了果实,轰动了整个宫廷,被认为是天降祥瑞。 何卓氏也被誉为是有福之人,受到了重庆皇太后和皇帝的喜爱。 就在何卓氏入宫的第三年,皇太后辩下一旨,将其晋升为荣贫,正是成了大清后宫的义公主位。 在我们的印象中,何卓氏是十分柔弱惹人怜惜的女子,但是根据史料记载,这位宠非有着显为人知的一面。 乾隆三十年皇帝南巡之前,荣平和卓氏告发,季后内拉使偷盗东朱, 后来,果然在仪式卫家中,搜到了东朱和其与季后内拉使串通的密信,乾隆对此事的处理我们不得而知。 但他却与接下来,乾隆南巡途中,季后那拉使简大失宠有一定的关联。 很明显和卓氏当初在季后那拉使身边学习规矩时, 季后那拉使对和卓氏有为难之处,或是两人一九之间的利益冲突。 和卓氏与季后那拉使之间的争斗,成为季后那拉使失宠的导火线。 乾隆三十年,乾隆皇帝第四次南巡,荣平和卓氏,也是随行妃嫔之一。 季后那拉使在南巡途中剪发,处犯火俗,乾隆帝雷情大怒,将其打入冷宫,只过了一年多,那拉使便病逝于冷宫。 三年后,也就是乾隆三十三年六月,荣平和卓氏被禁封为荣非。 乾隆三十年的这两次宫廷事件,都与和卓氏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。 通过这两次事件,我们可以了解到,和卓氏不为人知的一面。 看似柔弱的抑郁女子,也有瑕疵臂抱狠辣的一面。